鱗門堡壘在1895年建成 在1993年政府將伊達地方改成博物館 在2000年名為海防博物館 在2018年經過山竹的摧毀之後 海防博物館需要重建 去年11月24日正式開放法 2000年的海防博物館和2023年的海防博物館有什麼分別呢? 最重要的是有很多資料上的改動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水雷 在當時2000年的海防博物館是沒有的 還有一些將軍、士兵是有紀念碑去紀念 比當時的數目多 這次的設計和之前2000年的設計是不同的 2000年的設計當時是拿了銀等像 是本土本地建築師的設計 建築處設計 眼前剛才你見到的蛋 是在6英寸飲活食炮蛋裡放下來的 今天的海防博物館的變化都很大 看回東區走廊 鱗門度假村 還有現在這個海防博物館 它的市直徑等等的設計都不同了 展館裡面是由唐代開始 又比之前的明代 而多了有很多的繪畫 或者是一些典型 介紹香港海防的歷史 這方面是豐富了 在走廊方面已經沒有了很多關卡卡卡 讓你走得不舒服 當中也有很多展影 英治時期的展廳 它比較濃縮了 我發現沒有了以前 一開始的1842年到150年 畫的香港島的地圖 但是也保留了天馬艦當時的歷史 而也有很多不同的珍貴的 義勇軍的歷史 但是這些立像已經移走了 軍服也留了一批 解放兵展廳方面 除了保留八一軍旗 解放兵的軍服之外 還有新的展品 就是遼寧艦的模型 因為遼寧艦曾經來過香港 而現在這個八一軍旗 展示之餘 是介紹八一軍旗的來龍去物 比以前只擺一支八一軍旗 在中間 尖時期的展廳是多了很多的 特別是有很多電影 有關於日本侵華 路線 香港保衛戰 甚至乎英軍怎樣去保衛 這個歷史是豐富了很多 這個我覺得是有點回應了公眾的訴求 展廳外圍有很多不同的勳章 也有很多以前軍人用的物品 在這個特別展廳裡面 專題展廳裡面 是有很多軍人去怎樣參與災難和社區事務 海防幕館除了展覽廳之外 也有市積境的 今時今日的海防幕館 可以看到將軍澳大橋 竟然成為一個特色 我們以前去看的就是 只是看到這個一出看城 大家的印象 對社區的印象已經很不同 當然啦 市積境裡面也有西炮台 至於為什麼有東溝堡 是沒有在地圖出現 或者布倫嵐魚雷是什麼魚雷呢 真那支魚雷在蘇格蘭呢 大家又知不知道呢 我覺得應該要再花一集的時間 是講海防博物館 因為現在這樣去 遊覽博物館 都是一個很騙要 告訴大家這個地方有什麼特別 譬如這個天馬能的船樓 都保留在這裡 最特色的就是 我覺得在這個詳題 還有大家經常都講的 中央金庫 那海防博物館的介紹 暫時到這裡 我們下期去市積競賽 看看有什麼介紹呢 到時再見 拜拜